因为大家对它有一定的期望 看到出来 其实大家就觉得好像也差过预期 先讲讲大数 首桂顺利升了六成半 而非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就是捞夹经调整盈利 大约是331亿 按年升了两成二 就差过市场预期 看回收入就增长两成半 其中大家关注手游的收入 其实增长是进一步放缓 增长放缓到一成九 而整体游戏收入就升一成七 金融科技及企业服务收入增长 就是加速的 增幅有四成七 网络广告收入就升了两成三 当然除了业务表现 其实腾讯面临的监管风险 大家也很关注 其实大家都看到 腾讯是不是也有点像阿里的做法 因为他们就提到 今年会将部分的新增利润 就会转为投资新机会 主要涵盖是企业服务 游戏短视频 你怎样看今次的季绩 以及现在的公司的部署呢? 当然业绩方面就像大家说一条大数 就比预期是企业一点 当然看腾讯这些科技类公司 都是看刚才你看到浪GAP的顺利增长 今次的增幅就得过大概是两成二左右 只有331亿 如果以市场预期本身是347亿的 其实都差了一点的一个水平 只要看大数也算是企业了一点 当然最主要的地方就是 刚才提到游戏业务那边的增速 的确是比预期再慢一点的 当然这个你可以说是因为基数效应 始终反观游戏业务反而在去年 那个扎经济概念之下就打多些机器 所以去年其实是头三季 他们当时公布的游戏业务增长 手下方面其实安定是超过六成的 但去到第四季 其实去年是四季已经慢慢下回四成左右的一个增速 其实本身预计今季都是会再放慢的 但如果出来的结果不够两成的话 比预期都还要慢一点 这个是小小令大家都有一些失望的地方 但当然我想实际的影响又不是太负面 因为他刚刚业绩之前两天 大家记得就是他都公布了60款来新的游戏 我想游戏业务整体的增速其实会是平均 只不过是去年的个别人数 特别高的增长 但真的像Irene所说的就是看另一种方向 因为其实很多科技股这一转都是 特别在这一下受着一些监管的影响之下 究竟怎样去选择条路去走 或者怎样去走 都会令大家看到之后的盈利增长 或者对股值方面的调整 其实这个趋向有点跟阿里是相似的 我们说就是将将未来赚回来的钱 会所谓扔到新的业务图 我记得上星期来这里也是刚刚说 其实当时也说过他们这样做法 为何会这样做呢 或者都是叫做没办法地去选择这条路呢 因为始终大家也知道就是整个监管的一个情况 就是那些反垄断 就是二选一这些因素之下 其实未来这两年左右 都会对这些方望企业可能调得比较实点 那一刻也说过 其实以本业来说 其实他们应该是要所谓收敛一点点 就算他们没有犯了任何的问题也好 可能都是所谓收敛一点点 形成的增速其实不是特别快 但是赚回来的钱也不能投放在旧的业务身上的时间 唯一可以选择的方向都是选择新业务投放 但是其实腾讯今次也有这样说的 就是他走这个新的投资机会 他也有说到初期 就是未来的这些年纪 可能对盈利也会有些影响 大家都知道一定投放新的业务 一定初段是投放开支比较大 但是增长就没有收成 所以我想未来这几年也一样 就是增速可能都会比较慢一点点 亦都是要等多可能过两三年之后 当这些新的业务慢慢收成 甚至监管慢慢消化和淡化的时间 又是重新会强化一个比较好的增长 所以这个是要等的 所以我觉得暂时来计 如果你说这年纪的增速 大家觉得是慢一点的时间 相应腾讯的估值也一样 其实上海比和阿里说的情况很迟 就是很难有一个很大提高的空间 可能腾讯这一刻 你卖大约30倍的PE 其实大家都会觉得可能差不多 所以有些机会可能来着 都是这些位置 600元、600多元 哪去上落 你说要一下子去到700多的高位 其实就真的难一点 但是当然看法上不是说淡的 只不过就是增长性来说 会稍微慢一点 从而令到股价方面 都会在这些位置 可能要先拉拉脚脚 下次见 如果我们下车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